幸福三件套 从我们的这个着柄开始 大强你在干嘛 今天的话我是给一位叫做 萌萌妈粉丝宝宝 找一个幸福三件套 然后他要一个妈妈的手镯 然后宝宝的铜镯 还有爸爸的一个挂置 这样的一个三件套 而且他的要求是一个 相似度要高 底子要细腻 预算还不能超过一万 所以今天我们的首要任务 就是从着柄下手 像我手上拿的这个着柄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这一抹浮水粒 会集中在上面这个部分 然后下面呢 是带有一点点小底色的 妈妈的手镯 可能会带到这一部分的颜色 但是宝宝呢 可能就有点悬 爸爸的这个着心的部位的话 完全就不能带到这个颜色了 这一块的话 我们就pass掉 这个白底心的 太决绝子了吧 他拿上手 就已经看到 他那个杨绿丝丝雾雾的感觉 特别好看 打灯像冰块一样透手啊 而且肉质很紧实 但是在粉丝的要求里面 可能做出来的这个 给爸爸的挂置 就有点不公平啊 因为可能只留给他 一个白色的部分 天空蓝 打灯就像我们在天上飞一样 然后看到云层 里面这样的一个液晶棉 像云朵一样 世间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东西 这一抹黄匪冰黄哦 这一块的话 妈妈做的时候 都可以带到黄匪 但是爸爸和女娜的话 就是一个纯纯的 一个天空蓝的颜色 这个是一个芙蓉种 超级细腻 你看就是非常润 有那种焦焦润润的感觉 它里面还有淡淡的一个小飘花 它的这个飘花的话 不是说浮在上面 或者是浮在另外一面的 它是整面很均匀的一个飘花 所以这样做出来的三件套很相似 82可以做到60的鼠桌 然后宝宝的铜桌 爸爸的瓜 这也可以做幸福三件套 从我们的这个啄饼开始 我去砍价 说个饼 多少钱 15000块 8000块 8000 8000 你看数字又好听 我再让一步好吧 23000块 再让一点点 预算没有那么高 给粉丝整的 对 他要求万内 多少 9000吧 再加 你还在加就不上万了吗 我一口加给你好不好 好 长长久久 9900块 9000块 万内 这个难捏的死死的 万内你根本买不到 待会给你转账啊 好 万内拿到的幸福三件套 你们才起货之后 是什么效果呢 来 上鸡盘的 萌萌妈妈的幸福三件套 现在已经起货了 分别是妈妈的手镯 宝宝的手镯 还有一个爸爸的挂坠 但是爸爸的挂坠 因为题材现在还没有确定 所以我们先保存着一个毛配的状态 这两条手镯 本身就是因为芙蓉底 起货之后 那种胶润感 又更加的释放出来 就像我们吃的那种双皮奶一样 肉质紧实 有光泽 飘花呢 是从内到外的渗透出来 妈妈的这个飘花感呢 就是满圈飘花 很好看 宝宝的这个红灼起货之后呢 也带到了一点淡淡的飘花 特别有特色 万内收到的这个幸福三件套 你们喜欢吗